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欢迎收看正正有词 你同意一句话吗 贫贱夫妻百事哀 真的是这个样吗 但你换一个角度 你又常听人家讲说 等到夫妻贫手知足的 一路发达了起来以后 男人有了钱就作怪 那到底是贫贱夫妻好 还是富贵夫妻好 以一个婚姻的角度来讲的话 哪一样能够让婚姻长长久久呢 好 这是金钱的价值 在婚姻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去判断 另外你也听人家讲说 如果夫妻结了婚以后 一直没有孩子 会不会比较容易感情产生摩擦 这时候就有人讲说 好 那就生个孩子吧 当作夫妻感情之间的润滑剂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拿孩子 当一个润滑剂 OK 可是有很多人都希望 有了孩子以后 对整个家庭生活 是不是会更为圆满 但有很多时候 自从孩子出生了以后 你会发现后面的抱怨越来越多 从教育问题各方面 产生夫妻之间 本来没有的纷争都出现了 那孩子在婚姻的角色里面 到底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扮演 好 那最近出现了 让人感觉到非常难过的一些案件 包括在三重有一个 有一个男子杀妻杀子 像这样的一些案子 如果从这些案子 然后再讲到前面那几段的话 我们今天在现场 我也要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包括金钱的价值观 包括孩子 在整个婚姻里面 到底应该扮演 什么样一个角色呢 好 那一开始我给你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桌上边第一位 自身媒体员林亦峰 大家好 智商心理师林翠芬 大家好 护理长林亦峰 大家好 律师游杰燕 五哥好 大家好 玉峰 这个案子看了 真的很让人难过 尤其是大人之间 任何一些分装 再怎么样你说 不要动到杀鸡的这件事情 可是起了杀鸡以外 六个月大的孩子 对 然后也勒毙了以后 然后自己就自强了 又是发生在三重 之前三重就是有一个男生 不是杀了 祖孙三人 对对对 怎么又是 又是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的话 非常的可怕 他就是跟他的太太 这两个人都四十几岁 然后呢 在南港上班 那两个都在不同的科技公司 一个是当会计 一个是当业务 所以呢在之前都 还不错啊 你看哦 科技公司 然后一个会计 一个业务 代表说 你就算业务不好 你知道你的行政会计 不会被裁掉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就算你 反正两边好像都有 有一点分身互险的感觉 都是互补 好 结果呢 后来刚好 他们去年结婚 结婚之后呢 想要怀孕 那这个女生说 备孕很辛苦 还没天哪 就要起床 打针啊 干嘛干嘛的 后来怀上了之后呢 他就有跟别人抱怨过说 公司就希望他 不要来上班了 所以呢 他就宣称说 这个就是一个非法解雇 好 那女生是就没有工作了 好 那女生没有工作 他是会计嘛 那你行政的部分 还好 反正你还有一个先生嘛 结果呢 年底的时候呢 去年年底 先生也被裁员了 因为你做业务 业务就有业绩的一些压力 所以呢 这两个人都没有了工作 那都没有了工作 那小朋友出生了 今年年初就出生了 两个都没有工作 幸好两边的家长 都有支援 所以呢 他们就先搬到三重 跟岳母住在一起 第一个你解决了 这个住的问题 但是你小朋友 出生要花很多的钱 奶粉 尿布 然后这些 稀里糊涂的 都要很多很多的钱 所以呢 他们就轮流 有时候是男方的爸妈 给个两三万 然后呢 有时候是女方的爸妈 给个两三万 所以呢 照道理说 这个状况应该是都还好 对啊 生活应该还过得去 突然之间 就爆发了冲突 然后呢 知道事情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知道事情 他十二点的时候 竟然把太太带去了浴室 连杀了七刀 往他的腹部跟胸部 颈部就连杀了七刀 然后呢 等到岳母五点回来 才发现 哇 怎么有这个状况 但是要找 找说他这个女婿 跟找他这个金孙 人不见了 那他跑去哪里 跑去马巢 跑去马巢 你看那个监视器 因为马巢 他那个路有没有 常发生车祸 所以他路口都有监视器 他就抱着这个 六个月的这个小baby 好不好怀上的 这个小baby 刚出生 就抱着他 来来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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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监视器掉完 其实大家都知道 真的很可怜 你这边跺步 跺了一个小时 这什么心情 你一定就是 就是有一些不好的念头 你不是来马巢看风景 马巢泡温泉的 然后最后 就终究是想不开 那他不只想不开 连把他的小孩给带走了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他周边的朋友都很震惊 第一个 这个男生之前有一段婚姻 然后十几年后来离开之后呢 有郁郁寡欢一阵子 然后去年跟这个 跟这个新的太太认识之后 感觉上有比较好一点点 那这个女孩子满脸 就很爱这个先生 然后在他的脸书上面 除了照顾小孩之外 还有他的那个婚纱照 谁会去po婚纱照 对那婚纱照 po出来 然后告诉你说 爱情非常的重要 你不要去在乎 他有一段婚姻的过程 反正呢 你要找一个 满眼都是你的人 就是他眼睛里只有 只爱着你的人 你觉得这感情很好啊 突然之间就发生了这个 杀妻杀子 自杀的一个案子 然后大家想说 那经济上面应该有困境吧 两个都失业 可是两边的家长都有资源 那更特别的是说呢 岳母那边的房子 最近要都更了 然后这样子 权力变换下来的话 可以分为四成的房子 然后呢 还有四个坡道平面的车位 不是机械的 是四个坡道平面的车位 然后这个女孩子 还在脸书上面 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 说都更啊 就是经过很久啊 然后现在就是已经 尘埃底定 然后请大家给我意见 我是要单纯当个包租婆 还是呢 我们应该把一些房子 拿去卖掉 那你先学学说 如果你的房子已经都更 然后你权力变换 代表什么意思 已经走到最后面了 你已经要挑屋了 你已经在想说 哇我未来要做包租婆 或者是把房子卖掉 那应该也没有经济压力啊 那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也应该还OK啊 那怎么会发生这个状况 但是我自己在想啦 这都是你们家的 对男生来家 OK 你家要都更了 然后呢 你要去当包租婆了 但是但是他又没有工作 你说传统上还是有男人 要扛起家里面的所有经济重担 像这样的一些的思想在里头 而且每天他睡醒就要看到岳母 然后呢住在岳母家 你对岳母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岳母非常的好 但是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一个情况的话 你本来就会觉得 是不是真的要赶快去找个工作 而且这时间拖得有点长 他们大概这段期间拖了 他失业大概已经七个月了 OK 所以等于说小朋友准备要出生的时候 就没有工作 那小朋友出生当然有喜悦 可是你一直处于一个没有工作 找工作没有工作 在想办法在走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压力是很大的 这份如果就心理专业上面判断来看的话 因为刚刚讲到 好你说品鉴夫妻百姿是这样吗 其实如果是夫妻都面临到失业 当然对家庭来讲是一个压力 可是听起来包括 国家娘家之间也都非常友善的支援 那虽然住在岳母家 那有没有玉峰刚讲 那毕竟男性的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男性至尊的一个角度 会有像这样一些的压力在 可是你看到那个最后的结果 真的让人非常难过 第一个 后来选择在遇世杀了太太 尤其是在刚玉峰讲 在马朝那一段 就杨明山上面那一段 你说一个人要在那边 杜姑这样走来走去 那个心里的百转千回 说实话 对那个孩子来讲 如果那段期间有任何 能够伸出一点援手的人 搞不好悲剧不会发生 但很遗憾就是这个样 我觉得的确非常的遗憾 今年发生特别多 就是情侶伴女杀死太太 就杀死小孩全家那样子 那这个案例就是杀死太太跟小孩子自杀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有 就是家庭的因素 我觉得也是有 然后经济上或者是 还有一些人际 其他人际 因为我们都看不到嘛 他们已经离开 所以我们不晓得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有看过一个研究 那个研究就是说 就是会杀死伴侣跟杀死孩子的 有可能就是30岁到49岁 然后已婚的男性 然后他们在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会杀死自己的亲人呢 工作跟经济的状况 会带走自己的孩子 尤姐姐你几岁 我42岁 你已婚 已婚 OK 另外一个就是有忧郁相关的 状况 就是他会有一些自杀的意念 其实他本来自己就想离开了 但是他会觉得 我离开了之后 那我的家人怎么办 所以他们有可能会觉得 我带走他们 那这样子他们也不用受苦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 如果发生经济上出现变化 很容易就出现像这样的事 我觉得他的状况 我觉得会比较复杂 因为像邻里 妈妈 还有很多人都说 他们感情很好 那刚刚裕丰刚刚也有讲到一句话说 满眼都是你 也就代表这个人 他的满眼都是你 也就代表他 占有欲是强大的 这句话所代表的意涵 他的世界都是你 我们解读是觉得这句话 很浪漫 对对对 可是你觉得另外一个角度 可是从心里的角度 会觉得这句话代表 他的世界就是以你为主 所以你就重要性就变得非常大 可是当他自己内心产生变化的时候 可能他也会把你带走 那我觉得他还有一个 就像刚刚说的 这个女生想要找工作 然后他可能在育儿上 他也觉得 因为我有看那个报导 就是他觉得育儿很辛苦 然后他觉得我快要不能呼吸了 那个女生在脸书上 有写这些文字 所以我在想 他们可能两个 还是会有在育儿上 还是会有一些争执 而且我自己推论 当一个满眼都是你的先生 跟满眼都是孩子的太太 我相信这个先生 在某个程度上 是有一点失落的 因为太太的心力 我相信都转移到孩子的身上 不会再把心力 放在这个先生的身上 所以相对会有一点失落的感觉 然后当太太教养孩子 这么辛苦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你也要来帮忙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 对他有很多冲突 那另外一个像刚刚玉峰说的 几乎全部的家庭的经济 都是以这个住在女方家 然后女方的爸爸 就是妈妈 元首是 元首是比较多的 那我也有看过一个 关于华人杀妻 就杀死伴侣的报导 就是研究 研究当中发现说 男性会杀死另一半 面子 至尊的比例是高的 在我们华人的男性当中 所以如果以这样子 我会觉得 他可能会觉得 自己在至尊跟面子上 可能过不去 所以可能这时候 对方只要讲说 那你什么都帮不了 那你也一点用都没有 可能只要随便一句话 都有可能会刺痛他 然后让他产生一个 那干脆我们全部都离开好了 这样的念头 所以我觉得从他杀死 他的伴侣的那个过程 像刚刚玉峰说 他的部位 我个人觉得是带着情绪的 因为如果说 今天我觉得我是心疼 我满眼都是你 我一定会舍不得 你在身体上 受到痛苦跟伤害 那何以可以杀那么多刀 然后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让他痛苦 所以我觉得是有情绪 那另外一个 刚刚也有提到 他上一段婚姻 离开婚姻之后 他长时间都是不开心的 直到他在结这段婚姻 就是再婚 所以我会感觉到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段婚姻可能对他的重要性 是大的 那他人生可能没有想到 他会突然被裁员 所以我觉得他会被裁员 也代表他的身心态 身心状态上可能不是很好 因为你如果很好 你可能不会被裁员 所以会被裁员 也会有裁员的原因 所以我综合来看会觉得 他内心当然是很挣扎的 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案例 就是在之前有一个爸爸 闷死两个小孩 科技业也是科技业 然后他在海边 他一个人去了海边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也是走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他自己自我伤害离开 我会感觉如果这种欲谋杀人 然后最后自杀 然后他们内心的冲突是很多的 最后他又带走自己的小孩 那个过程其实有些时候 他可能是懊恼的 后悔的 自责的 但已经来不及了 为什么其实刚刚讲到 是从整个事业开始一路往下 各位不要轻呼 像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接下来所谓的AI浪潮 大家现在已经开始在讨论 那接下来有多少的 包括白领工作会被取代 哪一些工作会被取代 有多少会被取代 那这时候该怎么样做 包括情绪的转换 包括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呼吁说 这应该是政府要介入 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辅导转介 因为整个大浪潮之下 你没有办法看着悲剧一天到晚发生 因为经济一定是过程 就算不是贫贱夫妻摆筛吧 可是当你的经济 一旦出现很大的变动的时候 那一定会有一段的冲击 这整件事情刚才讲到说 当然一个是很遗憾 是在浴室里面他杀了太太 然后接下来在马朝那个地方 后来小孩勒弊 然后自己在亲身 一封 高大臣法医有在分析说 为什么会在浴室 为什么 其实浴室来说 高大臣法医的想法是说 如果你要发生命案的话 你在浴室你应该就是预谋 你有一个特别的想法 什么叫想法 你动手之后 尤其你是用刀 那你下去之后 那个血迹会喷茧 所以你在浴室是不是准备 就是要来清洗 但是其实我们实务上看过非常多 就是命案的现场你进去之后 你在家里的任何的一个场合 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生命案 那如果你是在客厅或是在卧室的床上面的话 那通常都是有一些零食 可能抓奸 然后你可能吵架 然后要出门的时候 很多都是在玄关啊 因为常常会状况就是说 我们去现场发现怎么一进去 还没有心理准备 就踩到了 血迹啊 对啊 就是这种玄关啊 然后想说这怎么会这样 那回头去看很多都是这样子 先生跟太太吵架 太太最后就说 不要多门了啦 要出去了 那先生就是一路喊一路追 然后回头拿了就动手了 那这一次为什么会在浴室 然后又那么多刀胸啊 腹啊 我觉得应该就是 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过程当中 他们已经有一阵子的一个 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争执 然后所以在那边动手 如果是一触即发那种直接那种义愤 然后或是真的是爆发拱起来的 那可能就不会特定在浴室 那为什么说你怎么 如果在浴室杀完之后 你又没有清理好 你要出去 那岳母五点回来又遇到 没有那么简单 那个大面积的那个喷茧 然后呢那个血咬到那个 不管你是浴室还是厨房 你那种瓷砖有没有 瓷砖都有瓷砖缝 一咬下去之后啊 你刷过一次就知道 刷不掉的 他那个咬下去 你会觉得说那个血跟水跟油都不一样 血那种咬进去之后啊 他就渗进去了 对他就会渗进去 就感觉咬进那个装潢的毛细孔里面 所以可能他后来 为什么会抱着小朋友 去马巢走一个小时 我觉得他应该有想过 要做一些补救 或者是清理现场 但是没有办法 那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只能逃离现场 那逃离现场之后 你知道你的岳母很快就回来 回来之后你在那边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终究把小朋友给 然后自己来伤害 我觉得那最后那一段 真的是没办法了 OK 那当然就是高大神法医 就个人自己的经验上 做了一些的判断 但你说自止何故 就是把小孩 我们每次在节目里面都跟他讲说 大人再怎么样的纷争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 对孩子做一些伤害的动作 可是这整件事情过程当中 其中几个点 杰燕 第一个 那有没有非法解雇 就因为你怀孕 然后我就要 我公司就觉得说太麻烦了 你怀孕 接下来又是产假或什么这些东西 现在还会出现有像这样的方式 要去解雇 解雇别人的方式吗 那当然 你说杀了包括太太跟小孩这些 在刑法 如果要论罪科刑上面来讲的话 这些会到死刑了吗 其实基本上 就是怀孕这个事由 做个解雇的事由 基本上在台湾法律是绝对禁止 在我们性命公众评论法里面 其实纵使你事先约定 我已经跟你讲好了 你在那边试 如果怀孕就走人 对 你就怀孕就走人 好 那我同意 反正可能当下我就觉得 我不会怀孕 然后我同意老板这样的条件 就后来不小心你怀孕的话 那这个约定还是无效的 不会说当初因为 以前我为我们讲好了 那这样约定就有效 所以基本上其实 因为怀孕这个因素要去解雇 基本上法律是禁止 而且我一直都觉得 你刚刚说法律是禁止的 我一直觉得现在 如果还有哪一家公司 敢这样看 随便一个媒体 那个小峰只要把这个讲出来 那家公司就很惨了吧 就黑掉了 对不对 可是实务上 有很多人知道 中小型的公司 他不是给你解雇 他就跟你参雄 参雄 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 而且他们不是做会计 我们身边朋友都已经做到 很大很大很大 他都是带着喜悦 然后跟同事讲说 我下礼拜啊 礼拜二啊 你要帮我cover一下 我去产检 但是你的喜悦 其实带给同事的就是压力 然后公司就跟你参雄 就说哎呀 你看哦 你现在开始产检 你接下来就是产架 产架完之后就是什么 育婴架 我们公司这样子 要扩大规模 要上市上跪 要走向国际 那你要不要先回去休息 对 那你要残雄 你要拿东西出来残雄 就是多两个月啊 多两个月 多两个月啊 可是那个氛围 我身边的朋友 那氛围让你不得不大意 真的 因为你会发现同事 看你的眼神都怪怪的 事情总是要有人做 这是违法的没错 可是在公司里面 他就会让你的同侪 让你的同事 慢慢的你连中午去买便当 都没有人要跟你出去了 的确因为这个案子 其实我们处理过蛮多 就是公司真的会跟你参雄 而且就是用各样的话术 跟你说 小孩得之不易嘛 所以你好要珍惜 你跟小孩生互 小孩成长最后一次 小孩成长最后一次 你要好好珍惜 所以就很多公司会安排 就是怀孕的女员工 就是说那我让你留停 孕音留停 然后可是顺便在文件里面 就签好说你当下你就不会回来 之后期满之后 你就不会回来 就同意离职 其实很多公司都会做 这样子的安排 那其实这样 其实也是违法的 所以我们当然不建议这样做 那不过这个现实的状况 那其实碰到这案例 我刚刚听崔本老师讲 其实我也很有感 因为我刚好这个年纪 对啊 跟跟记康 小伯哥刚好问我 所以我其实可以了解说 当下他的压力有多大 可是我又可以体会 就是说 其实关于小孩子的部分的话 我认为他应该也不是蓄意的 你就不是蓄意 对啊 因为他在马朝 多不来回一个多小时 我认为他不是 他一直在犹豫怎么办 你应该是说 他其实也不忍 对 不舍要这样 可是他就还是做了 应该是他已经了解到 他已经做了一个不可逆的事情 所以他已经对太太做了这样子杀害的行为 那在我们法律上 其实你杀害太太 杀害小孩子 其实我们刑法上只有加重 尊亲属 对 所以这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要修法 其实有草案已经开始出来 慢慢的修法 其实这部分应该要 真的适当地去保障到小孩未成年的部分 OK 可是 可是你说刚才讲的那个概念 会让大家觉得说 原来现在在我们都已经觉得 台湾已经是 对孕妇这么友善的一个 的社会 竟然还会出现 小峰刚刚讲的蚕雄 林某 请问一下 医院很忙吧 很忙啊 怀孕的时候呢 会不会也会有人来蚕雄 其实怀孕的时候 倒不是会有人来参凶 会有时候可能会作案 你可能掉到比较 因为怀孕的时候 你不能上夜班 这是规定的 这是法律上规定的 那让你爸比较轻松一点的 比较不重要的位置 让你好好地保 保护好你的小孩 生完以后 你还可以领六个月的八成薪 然后再回来 因为我们 我觉得现在 因为医院现在太缺护士了 我们都希望他结束以后 赶快回来 因为已经希望他赶快回来 因为已经很多都 产业不太不太一样 医院都希望他这些护理人员 赶快回来 因为已经有 因为缺工缺得太严重 缺工缺得太厉害了 有些已经 现在所有的行业缺工 都缺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真的是凭借夫妻摆失哀吗 但尤其是夫妻之间 如果碰到经济状况的改变的时候 真的就会有一些 你想象不到的一些事情会发生吗 你如果你有朋友 差点被推入火坑啊 对啊 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 他本身是护理师 他是隔代教育 那是阿嬷带大的 这个女生很单纯 因为护理你也知道吧 全班都是女生 大概九十八 九十九个人都是女生 所以他就在工作过程当中 认识一个男生 这个男生对他超好的 每天接送 送饮料 送宵夜 这是真爱 因为送了一段时间 这叫真爱 所以他就跟他不莫名其妙 就变成是小三 因为这男的已经结婚了 所以有一个女儿 他就变成是小三 他老公就 他那男朋友就跟他讲说 我老婆不好 我老婆都不了解我 我们就是个性不合 结果离婚了 离婚了 这个男生要付他老婆赡养费 还要把他的积蓄 拿去给他的前妻 然后最后两个人结婚了 完美 完美嘛 结果结婚完了以后 他老公他就陆陆续续 这个保固期大概只有三年 这三年过程当中 他生了两个小孩 他老公很生气说 生了两个小孩 他压力就很大 他说我要赚钱 根本就赚不够你们用 怎么有办法 我根本没有办法赚那么多钱 然后我们两个 谈恋爱的时间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也变少了 他就跟他老婆说 你去赚 因为你护理比较好赚 比较有工作 你就去赚 他老公就不赚钱了 然后就帮忙带小孩 带小孩过程当中 他有一天就接到那个老师的电话 他说妈妈 那个学生的那个学费 没有交 他就很气说奇怪 我已经把这笔钱给我老公了 他怎么没去交 就一问下来 他老公把他花掉 因为老公在家里也没事 所以他就又有小三跟小四 他不是都已经没有结了 他还有小三小四 对 因为他把他的学费拿去 跟小三小四吃饭 因为他老婆都不在 都在工作 所以他就有小三小四 可是因为你是 我好不容易才当正宫 我怎么可能退让 他就跟他老公说 我们来签个同意书 切结书 你不要再犯这种东西了 你不要再犯了 那我们好好的过生 我们的生活 结果呢 他老婆就说 好 那现在学费 我自己去缴 我不要 钱都不要经过你手 钱都不要经过你手 他老公就没钱了 没钱的情况之下 他就在家里 就拿着他的证件去借钱 去地下钱床借钱 因为他也借不到 拿他老婆的证件去借 对 那有一天他回去的时候 他回去的时候 在夜班他回去 回家的时候就发现 在他们家的门口 有人堵他 有人堵他 他就跟他讲说 你老公在这边 借了多少钱 用你的名义 借了多少钱 你证件在我这里 那你要想办法处理 那还好我那个朋友 因为有认识一些警察 他的同学认识警察 他说这是他老公借的 他也没有钱 你找他也没有用 或者的话 最后我这个朋友才醒了 天啊 这样子 真的再下去 真的不是办法 最后离婚 要离婚的过程当中 他老公跟他说 因为你一直在工作 所以你有积蓄 你可不可以给我赡养费 他要求说 他给他赡养费 结果他真给了吗 我记得是没有给 因为他有两个小孩要养 他怎么可能给他赡养费 他老公开得了这个口 其实渣男什么口都开得了 为了钱应该什么口都开得了 所以那些人堵他的时候 有跟他讲说 如果还不了钱 他叫他去酒店工作 他说酒店 第一个 因为你有资色 像我们这种就不符合标顺 不要这样讲 他就年轻貌美 他可能有资色 他说这样赚钱比较快 可是他不能接受这一个 可是小枫现在 现在那种地下钱庄赌人的话 真的还有那个 押人去潜在肉肠的这种 现在真的有啊 还是有啊 地下钱庄有三部曲 第一个就是也是跟你藏雄 叮咚叮咚 你可不可以多少还一点 你本金不还没问题 你利息还一点嘛 对对 第一个跟你藏雄 那藏雄不听的话 就开始那个沿途的红地毯 什么叫红地毯 他从你从比如说护理师 他的工作 然后回到家 你的交通工具 比如公车站 他就会贴你的大头照 然后呢 不不不不 然后到你家的社区 你也是大头照 然后他们还蛮有礼貌的 我还见过那种就是 他不是乱贴的哦 他还去跟管委会讲说 我可不可以盖给你们那个张 还有管委会同意的张 对 我们都是合法的 我们都是合法的 然后呢 所以他回到家 还只贴在公告栏里 对 他回到家 怎么有自己的大口罩 然后还盖了管委会的张 因为管委会也希望说 你赶快还一还 或是你赶快搬离这个社区 然后竟然也同意 托载集团 然后这个如果红地毯 你还不愿意的话 那他就会出现 跟你面对面的面试 面试 面试啊 就是要随时就是跟着你啊 他说没关系我送你啊 我送你去上班啊 他也不会对你怎样 我等你下班啊 全世界都知道 那个淘在公司在等着你 所以一般哦 像我们这种脸皮比较薄的 你这种SOP 这种三部曲 没有人可以撑得下去 终究还是会还钱 OK 但这分刚才讲的有 有几个让我比较感慨的是 老婆对老公都是真爱 老公对老婆 只要有钱 什么都可以 男人真的比较没有真爱 比较薄情寡幸 然后女人真的比较有真爱吗 可能在金钱的压力下 人性都会扭曲掉 男人被扭曲的比较多 男性被扭曲的比较多 因为在金钱的压力下 与其没有钱 还不如把太太利用价值 运用到最高 因为我自己在做资商的时候 我会发现钱这件事情 在夫妻当中 如果结婚的那个时候的经济状况 还蛮重要的 如果一开始我们都没有钱 我们比较能够接受现实 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打拼 可是如果我们结婚之后 开始有钱了 我们可能开始享受一个 比较好的生活了 这时候就会变值 所以我会感觉 如果是夫妻 从有钱到没有钱 那这样变化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很常你会遇到 如果说他们原本的经济状况 是好的 那后来变不好的时候 我觉得这时候的冲突会变多 摩擦也会变大 那像我有遇过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本来他们的生活是很好的 后来先生就破产了 可是太太是有情有义 就是说我们撑下去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一起打拼 可是你就会发现 有时候人在那个 身心受创的状况下 他会变得一摊烂宁 就摊在家里 他什么都不想做 所以你才会发现 一方很努力 可是一方很懒散 像烂宁一样 他什么都不想做 一蹶不振 那一蹶不振的过程当中 他还有很大的情绪 他会开始怪东怪下 会怪太太 会觉得说我本来是很好的 就是跟你结婚了 你给我带来一些衰运 然后开始打他 然后开始对太太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当一个人 从有钱到没有钱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整个性格都扭曲了 OK 但杰 刚才敏凤那个朋友的那个案例 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 每次讨论的时候 会常出现一个状况 如果要讲离婚嘛 你比我有钱啊 对啊 这个男的就会说你比我有钱啊 对 我们也有看到很多案例是 老婆撑着不离的原因 是因为算一算离了以后 我还要再分很多钱给你 我中间已经忍你很久了 你中间没钱还跑去找小三小四 小五小六 然后结果后来要离 我还要拿钱给你 我不愿意啊 那怎么办 其实像这种案例的话 第一个我会先建议他 去法院申请夫妻分别财产资 因为现在这个财务状况 而且又盗用他的免疫去借钱的话 我相信法院会准就是说 不会让你再次用那个法定财产制 把你的腹肌财产先分开 至少说你的那个 你的婚后财产 你就会停止在那边 不会再多给先生 那因为他有小孩 因为他有小孩 那可能如果真的不想你先生的话 你就把你的花费 其实基本上可以多给小孩 那这样在法院在认定 你在处理财产这一块的时候 你不是刻意要去减少 你婚后的财产 你是真的是要花在小孩身上 因为财产是个中性的 所以有时候你要说 要怎么样去判定说 你是不是刻意去减少 你婚后财产的分配的话 那多半法院看你的用途 跟金额都多过 你多半用在小孩或是长辈身上 这个部分是比较合理的 可是如果说花点酒力 把他花掉 那个其实法院还是会 把他加回去 对啊 所以像这种 其实我们也曾经处理过 一样的案例 就是说先生他被牵人跳 他突然有天打电话给我说 他昨天被牵人跳 签了两百万的票 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怎么会被牵人跳 他说他就去酒店 然后摸了 不然就可能喝多了 就摸了小姐的那个私密处 然后就被那个酒店的 那个少爷进来 经理进来就说 你怎么可以 我们这边虽然是酒店 可是法院也判决了 他们卖意不卖身 酒店不是说 今天你付钱 我就可以让你论摸的 所以就逼他签了 两百万的本票 他就问我说怎么办 我说那基本上 你就先去报警吧 就说你至少这是强迫的 可以证明这是被强迫 签这个本票的 那可是他又很犹豫啊 他就说可是这样 小姐会反过来告我 说我强制猥胁 对他就犹豫了 可是他犹豫的当中 突然他的太太就去法院 告他这件事情 就说他到酒店去花天酒地 然后被人家 先人跳这件事情 那我就问 我就问先生说 太太怎么知道 他说我不知道啊 我就问太太说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被人家先人跳这件事情 他就说因为他有朋友 看到他去上酒店 然后他的朋友就看到他里面发生 因为当天晚上有个冲突 所以他太太的朋友 就看他有冲突这件事情 就跟太太讲 结果那太太马上 就去法院竖请离婚 就说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他跟他先生 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婚姻了 就要去请求 当然离婚之余 剩余才能分配 也要一起去请求 对啊 对那可是这时候 他们在诉中的过程当中 先生有一次就觉得 因为可能等太久 到那边抽烟 他就听到太太在讲电话 就说放心 我现在跟那个 我现在告了 他不会去 他本票在这边 他害怕被小姐告 所以他不会去告你们 告你们那个恐恶取材 或是或是强盗罪 所以他现在想 他现在怀疑就说 那原来这件事情 是不是他太太在安排了 所以他找这个室友 要赶快让他 有太太有这个 有这个室友可以离婚 可是过程当中 那我就说 那怎么怎么会这么夸张 但是他也不以为意 他就说没关系 反正要告就来告 结果法院一查 查他的财产 他财产几乎没有多少钱 只有几十万而已 而且太太完全不相信 先生怎么可能 他先生算是 在公司里面 算是蛮高级的主管 怎么可能这几年来 都没有任何的剩余的财产 而且只有几十万的人 请得起优结宴 我也不相信 太太就请法院去调到前五年 真的没有 所以后来判决之后 真的那个太太 在只有拿到四五十万而已 其实真的不多 就可是过 过过几年没多久 大概过了 大概一两年的时间 那个太太就打电话来事务所骂我 他就说游律师 你怎么这么没有 这么黑心 这么没有良心 就是说 他先生就跟他承认 就是说 你看吗 当初就是你设计我吧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 我在外面早就有小三 我财产早就已经 我财产早就已经转移掉了 所以你来告我 你也分辨不到什么钱 因为他判决已经确定了 所以他先生是将计就计 对 他先生原来 然后他在告我说 就是我在教他先生去脱产 我说五年前 我还不认识你先生 我不知道你先生布局 可以布局到这么久 我根本不了解你先生在做什么 他是那天恐怕被人家先生跳出来 才来问我法律意见 那顺便帮他处理离婚的事情 所以他之前 现在先生怎么安排的 其实我们没有参与到 我们不可能布局到这么久 但是其实从这边 给这一点案例 我就想到 原来夫妻间的那个 这对夫妻英文姓是史密斯吗 史密斯夫妻吗 其实我们有点吓到 就是说 怎么可以 他先生可以处心几率 安排到这么久的 这么久的时间 对 尤其是那一段 仙人跳 我觉得将计就计的那一段 太难想象 对 OK 我们刚讲一个是经济 对婚姻的影响 一个是在孩子教养的过程当中 对婚姻有什么样一些影响 反正小峰 你绝对没有前面 那个平坚夫妻摆下来的问题吗 你就是有钱的人到底 那对婚姻会有什么影响 会不会男人有钱作怪 你应该是这一块 OK 如果别除掉这一块 小孩呢 对 你跟你太太 有因为小孩产生过任何 因为我的小朋友 就是今年要入学了嘛 好 然后就是因为我没有在上班啊 所以当然我夫人 有在上班 她就不方便带小朋友去报到 我也觉得很奇怪 报到为什么在week day 好 然后反正就是我负责去报到 好 然后我就 我就很不愿意 我就想大热天 然后呢 去报到 去学校带小朋友去报到 然后人挤人 但是呢 我就想说为了家庭的和乐 我还是说 我来 我就带着去 然后我就想说 好烦耶 因为一定很多事情嘛 要报到 结果异常的通畅 异常的顺利 就是一进去校门口 然后引导 我们在三个分钟之内就搞定了 就完成报到 然后我还跟我小孩 虽然也 虽然罩子够亮的 对啊 因为他们知道林晓峰来了 没有没有 大家都很顺利 然后呢 我们就还来 拍着这样子 合照 跟小朋友合照 然后呢 传到家庭群主 然后玩 昂虾哦 这个家 终究不能没有我 你就只是带孩子 去办了个报到 然后晚上就吵架了 为什么 晚上就吵架了 晚上呢 因为晚上我有 其他的工作嘛 晚上 你知道吗 电话 LINE一直来耶 你没有买暑假作业吗 你不知道第一天 就要考试吗 我说我没看到啊 你不是智吗 人家有摆摊在那边啊 我说很抱歉 我上网去买 他说没关系 我自己买了 我说那那就这样子吧 哇 后面又来耶 你没买制服吗 你没买制服吗 我说蛤 制服 什么东西 那小孩上学穿什么 然后呢 他就说 你没买制服 也没那样制服 那小孩 对 五个女孩 对 这一句也一样 不是啊 这谁都应该会想得到的啊 对啊 然后我就 我就 我就没有嘛 因为我之前 从来没有过 对 我之前的小朋友的学校 我是没掉的啊 对对对 你是没掉 对对对对 我是因为在这里 死而复生之后 我就只好参与学校失误啦 但是我就想说 我不应该那个 拍那个照片 我就默默把那照片收回来 因为很容易吵架 各自各样的大小事 也很容易吵架 然后那我在心里 就是我当然就是说 你本来还觉得是大公益界 对 对不对 家里不能没有你 这种天气耶 对不对 这种天气耶 光出门就是 就是个酷刑了嘛 那我在心里也有一些抱怨 但我也不敢讲 我想说就是 小枫生智悔悟 下次必定会把事情办得更为完善 但我在心里想说 如果你都知道 要买暑假作业 如果你都知道 要量制服 你叉叉的你怎么不去呢 前面那句是什么 你怎么会不想说自己去呢 前面那句是什么 就是说 你或许我有考虑要自己去 大声地讲出来 你 对不起我错了 我下次会记得买暑假作业 下次会记得去量制服的 但小鹏讲的这个就是 有很多你明明觉得 我都已经帮家里做成这样了 对 做个老汗让人贴到老汗 对不对 还好你个性算好 可是这所有这些 小枫真的有那种 因为夫妻争吵争吵 然后为了孩子什么什么 然后就 因为很多这种 包括命案或什么都是这样 我们刚入行的时候 也发生过一个很离奇的事情 就是有一对夫妻 然后那个先生就是蓝领 然后都没有办法稳定 那时候都是点工 就是早上真的要到台北小区 等人家点工的 然后太太就是照顾小朋友 那小朋友大概四岁 可是老公就知道说 知识可以翻转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去念书 小学四岁而已 四岁而已上幼儿园 然后还外加一些安清班 然后什么数学 英文 都给他补 然后在安清班的过程当中 有一次就请太太要 把这个钱拿去学校交 有点像刚才敏锋的那个状况 结果呢 这个一万五 放在信封袋里面 不见了 不见了 老公回来就问你说 就问那太太说 怎么会不见 她说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骑自车啊 然后呢 去帮小朋友买东西啊 然后就不见了 然后半夜 就是老公骑他的摩托车 然后带着老婆 然后那个四岁小朋友 就坐在前面的踏板 因为他们住新北市 然后呢就在台北 四个新北市的桥上面 走来走去 一直重复骑 就说你到底 你到底要找那个钱 对啊 因为他是把他放一个 白色信封袋里面 你是不是放包包 然后呢 裤子挡着 然后掉下来 哇 骑骑骑骑骑骑 怎么找都找不到 然后呢 其实他们之前 就为了小孩子教养事情 就超过了 因为呢 太太的娘家的状况 也不是很好 所以呢 他有时候都觉得说 我给你的钱 是要给我们儿子用的 你不要拿去填补你 熬刀厨 他讲一句台语 他们好像都会讲一句台语 说个人的公骂 个人白 你不要这样子 那之前就为了这件事情 吵架了 那这时候老公就有个想法 你是不是又把这个 安心的钱 拿回 拿回娘家去 那个熬桃厨 然后你在骗我 不然怎么会找不到呢 这样来来回来 然后一个晚上 最后回家的时候 只有老公 跟前面踏板的小朋友 老婆呢 老婆没有了 老婆就没有回家了 最后回家的时候 只有老公 跟前面踏板的小朋友 老婆呢 老婆没有了 老婆就没有回家了 生气走 就是想不开 然后就从桥上跳下去了 就跳下去了 然后就开始办后事嘛 大家都觉得很可惜啊 办后事 就等到呢 在办那个 那个在设计的时候 以前那个年代 没有去殡仪馆的 那就是在你家的前面 搭一个棚子 结果呢 找货店的那个老板娘啊 就拿了一包来 就说哎 喂 不好意思 你妈一天来买东西 可能忘了拿 怎么回事 那他也没拿回来还 他去买东西 然后呢 太太去买东西 结果呢 一大袋嘛 都买西买啊 然后呢 这个钱就放在人家的柜台 结果呢 弄一弄之后呢 东西拿了 钱忘了拿 那那个老板娘 他也不觉得应该拿回来还啊 老板娘就说 我帮你收在我抽屉里面啊 这个就是 你三天两头就要买奶粉啊 你今天不来 你明天就来了 就没想到 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 老板娘也没有拿去还 然后 后来在 头七的那一天啊 这个拿回来还之后啊 在灵堂拿回来还之后 老公才崩溃 为什么崩溃 那我婆婆是自己跳的 老婆是让他推下去的 哇天啊 就是吵起来了 吵起来了就把他撒了啊 小朋友还在机车踏板 小朋友 看的 不敢讲 对啊 所以有时候这个 这个钱多少钱 一万五 一万五 对 一万五就要一条命 可是有时候那种 真的是 你的经济压力情况 大的情况之下 有时候一想不开 真的就出人命了 一万五千块 一条人命 然后直接 而且是推下去的这些 所以你就知道 在过程当中 一些小争执 会不会真的就 就埋下了后面的一些的杀机 但是 明峰 教养小孩的过程 你跟你先生 看法 天差地别 但是 并不会发生什么大冲突吗 其实我们在 为了小孩子在吵架的时候 在沟通的时候 通常都是不要在小孩面前 这是我觉得最基本的 我有一次我女儿考试考 回来说妈妈 妈妈我很不错 我考了六十分 我再看一下那个老师 就是一百分的有几个 几分的有几个 我就想我女儿是倒数第二名 我想说完了 在学校到底是在玩 在干嘛 我老公就马上把考试券拿出来说 好棒喔 你考了六十分 老师教的你有六十分 你都懂 真的超棒的 我手都要打下去 不要这样讲 我都打不下去 我想说这样怎么办 在沟通上有问题 你老公是台湾人吗 不是 他是外国人 他觉得小朋友 台湾读书就是 要让他快乐地成长 因为难怪他会讲出 老师教的百分之六十 你都懂 对 因为他们的想法 跟我们不太一样 现在因为要会考 所以要考试了 小孩子越来越大 压力越来越大 他就跟我讲说 我就跟他说 他如果能够上 比较好一流的学生 学校的话 你要让他上一流的学校 他说不是 一流的学校 我看他这个程度 大概是一流的学校的后段班 你要让他上二流 三流的学校 然后让他到前段班 然后造成他有信心 有志气 然后他会快乐地成长 我这个还在ing 我还没有吵完 因为我还没有 我想说怎么可能 会这样 对啊 因为对我们来说 当然都是先进 能够先进去好的再说 现在还在吵 还没有吵完 可是看起来是 我要快失败了 你要快妥协了 因为我女儿就 妈妈你以前考很好吗 这个女儿 我觉得这个女儿 未来必有成就 那妈妈你也没有考得很好 你为什么一定要叫我去 那个比压力比较重的呢 所以我就说 我快妥协 我快失败了 你赶快告诉她说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吃过这个亏 然后受过这个苦 不要浪费这些考虑 他爸爸站在他那边 他才不理你 他爸爸说我要快乐地成长 好 翠芬 孩子快乐地成长比较重要 尤其刚刚讲到了 很多夫妻现在也都知道 如果真的有争执或什么 不要在孩子面前 但是很多都是控制不了 更不要讲 小峰刚刚那样讲的 在孩子面前把妈妈推下去 这对未来孩子 那个心理阴影到底有多大 其实如果爸妈妈常常在孩子面前 发生一个很大的冲突 语言或是肢体的冲突 其实对孩子 第一个其实孩子很容易活在恐惧当中 因为他会随时随地都担心 父母会不会又因为什么事情 而发生争吵 那如果说今天父母争吵 又是为了自己而争吵 像刚刚说的 为了我而争吵 那孩子其实又会有很多分离的焦虑 跟恐惧不安的感觉 因为是为我 所以孩子也会觉得都是我不好 对自己的观念也不好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长期争吵 也会让孩子跟别人相处 人际互动的时候 敌意也会变得比较高一点 因为有些时候 他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些 就是冲突的场面 一个是会非常害怕冲突 另外一个就是冲突的时候 他敌意会变得很高 对人的信赖度也会低 请问一下 让孩子那句话叫 您为鸡手不为牛后 那孩子是要到二流三流学校 去当前段 还是到一流的学校当后段班 你觉得哪一个会对孩子比较好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孩子的自信心 就是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状况 不要摧毁他的 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得到 或是相信自己 是可以达成某一个任务 因为我自己做智商这么多年 我觉得最难最难调整的 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自信心 像不像 比如说我就算学校念哪一个学校 我都觉得不重要 如果说我今天对我自己的信心 被摧毁了 那我就会觉得我没用 我做什么都做不好 我是一个loser 我是一个废物 然后未来他人生旅途 他做任何事情 他都觉得我不会成的 那很困难的 办不到的 做不到的 要记得 因为他有中式学校 我们才是 OK 对 你老公赢了 对 我已经可以知道 你老公赢了 OK OK 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 好 那千万不要把钱 在婚姻里面摆得这么重要 经济状况发生变化的时候 一定有办法找出某种 能够撑下去的一些的方式 千万不要想到刚才 看到的一些案例里面 那么极端的一些的方式 孩子不会是父母的财产 OK 那刚才提到孩子的自信心 非常非常重要 有的自信心 对孩子未来的成长 不管他做什么一些行业 一定都有帮助 但不管怎么说 不要希望钱跟孩子 能够是婚姻的润滑系 婚姻的经营 还是靠自己 OK 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 观众你有收看 这次有此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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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